这宣告的世间 有着千奇百怪的有趣瞬间 出现在每一个未知的明天 而镜头的出现 能帮我们更好地记录下他们 今天就让女人和大家一起去看看吧 宁静的沙滩旁 有着一位女孩感受海浪悠闲的假日时光 而又是什么病到我们的男子连连地称好 当镜头并我们直观地感受到 朋友之间的友情与信任将是多么的无关紧张 当男子一骑上毛驴 却开始暴走失控的情景 最终在这野外荒地 留下了一个悲伤的身影 这是被送上餐桌前 我们的鱼儿所做出最后的反抗 当镜头前的你 试图将自己优雅的品性 展现人前的情景 当夏日的阳光 洒向了孩子们 惬意的脸庞 而我们勇敢的狗狗 狂奔向了猎物旁 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反抗 都说考场如战场 这便是孩子们各显神通 考试时的日常 男孩们所酷爱极限的游戏 在即将出发的地铁上 呈现真正的母样 呈现真正的母样 我的师傅 只剩于我 啊 啊 啊 恐怕我们很难想象究竟是谁 受到了更为严重的惊吓 人们日常中的不经意间 总是伴随着一些突发的状况 别闹了把我笑不动 就好似眼前这般的景象 想必这一竿的进球对于我们的男子也能算得上是一种胜利 一场巫师间室内的对决留下了一片狼藉的现场 当镜头前表演着魔术的一对姐弟 试图将自己的失败掩盖得了无痕迹 而男子对于打造完美身材的骚扰 表示并不想看到 如果你一不小心踩到了别人的脚 却没有表达歉意 来让对方知道 那么收获对报复的结局 也便显得不那么出人意料 人们常说 往往只有那些粗鲁的男生才喜欢用暴力去解决问题 而事事的真相 往往也并不全是那样 公交车的站台旁 女孩们调戏起司机的恶作剧 却意外倒在了弹幕上 这便是镜头下 专属于驾校教练们那些痛苦的日常 当镜头所要表达的意境 有着一阵微风吹过了我们女孩身边的场景 而一些生活中使用的小技巧 也许你直到现在才知道 车内的人们并不知道 此时的他们 只是处在悲剧开幕时最初的几秒 很想知道 当我们的司机 回到了自己的爱车旁 又将会露出什么样 惊讶的目光 即使演出的预算并不太高 人也能利用有限的道具 展现出传奇般舞台的特效 这是男子所不让回忆起一段惨痛的经历 当人们想将美好的瞬间留在记忆 却终究只是收获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结局 城市的小道上 有着路人们被一个奇怪的小家伙追赶奔跑 而总有一些惊喜的瞬间 会在你不经意间出现在你的面前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 欢迎点赞关注 我将为大家带来更多有趣的内容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部影片再见